12月26日晚,中国政府宣布将于2023年1月8日起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以类仪管 方案还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为何更名,为何实施以类仪管 接着就此对相关专家进行采访 疫情发生之初,中国将新冠病毒判定为以类传染病 但提及采取甲类传染病的管理方式 以类甲管和以类仪管有何区别?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 为盛介绍,二者侧重点不同 回归以类仪管后,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 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,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 检测策略调整为院检进检 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 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等 卫胜表示,回归以类仪管后 短期内会有不少老年人感染和医疗资源挤兑风险 在此之前,应做好药品、医护等医疗资源的准备和动员 记者注意到,中国政府在这份方案中 还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卫生认为,随着人们对新冠病毒认识的深入 和目前感染后临床特征的变化 肺炎已经不能反映新冠的全貌 谈及三年来,中国对新冠病毒一类甲管的措施效果 卫生表示,中国实施的一类甲管政策 顶住了早期阿尔法和德尔塔这些致病性较高的新冠病毒的侵袭 维护了广大国民的健康 它的重要性和意义不容置疑 我相信我们国家也可以做得很好的